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哥 柳哥 快过来见过这娘子 殿下只有见了这娘子 会主动叫亲王殿下过来 是啊 别的时候总是怕亲王被人看到 藏着不给别人看呢 从殿内退出的两个侍女低声说着 有人在她们面前重重的咳了声 成娘子自然要见亲王 他可是会医术的 要不然请她来做什么 是 是 公父板着脸说 两个侍女忙低头一声是 再不敢多说一句话 公父看向庭内 见亲王正被静安郡王拉着送到成交娘面前 亲王不许被人拉着困住 一脸的不高兴 口中啊啊大叫 但那娘子的面上既没有害怕 也没有嫌弃 就如同看到静安郡王一般神情无波 到底是神意 众生在她眼内都是如一吧 成交娘冲庆王失礼站起身来 静安郡王这才松开手 庆王不耐烦地跑开了 要看看吗 说着 指着四周露出笑 好啊 静安郡王高兴地迈步 一面再次招呼庆王 六哥 我们出去转转 还真看呢 功夫摇桃 只得无奈地忙跟上 成法 成法 你看那边 原本是乎我填平了的 种上一大片的花田 等到明年春夏 就能闪花了 静安郡王说着 一面伸手只给他看 成交娘依然看过去 认真的点点头 嗯 要修出百个图形也很好 静安郡王高兴地问 你这主意好 摆出什么图形 成交娘视线扫过四周 摆个阴阳图吧 静安郡王点头 立刻对身边的总管吩咐 殿下 这里的格局风水都是四天台看好的 不能随意改动 静安郡王意识低声地说 正因为他们看过的 我才要改 总管一正 静安郡王冲他做个确定的眼神 转过头对成交娘笑 他招呼道 成房 我们去看这边 成交娘点点头 跟着他前行 前方 庆王举着一只风车颠颠而跑 身后侍女内侍都错后一端 在青石板路上拉长一溜 其他人忙问总管 真要改啊 总管摇里摇头 说道 军王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跟宫里回禀一声吧 一个内侍摇头说道 那要是被四天台的人知道了 肯定唠叨 一个内侍想到什么 眼前一亮 哎 对了 大人 四天台那边不好说 我们可以问问别人 问谁 普修斯的和尚吗 不是 我听说那位欲准日食的 韩大人要进京了 到时候请他看看 他如果说可以 想必就能堵住四天台那些人的嘴 四天台十次有九次算不准日食 准一次还是运气撞上的 尤其是今年这一次 原本没算准也不稀罕 但稀罕的是有人算准了 还全城民众做了防护 这种大吉大利的事 让那个城镇的百姓欢喜不已 其他地方也都羡慕不已 那个带领民众做防护的官员 也因此出了名 正好赶上这次的考课 上下官员一直称赞 平个上等 由一个支县着升为支州 不日就要进京来面圣了 总管点点头 说道 对 对 这倒是个办法 你们注意着点 人来了 立刻告诉我 内侍们应试 总管看着那边越走越远的人 忙追了上去 支月兄 耳边声音传来 金十三郎从窗边收回视线 他含笑立刻说道 好 好 好什么好 别敷衍我 后两句接不上了 一个少年说着 握着手里的酒碗 抓了抓 正说着话 门被拉开了 走进来一个小娘子 身后跟着抱琴的小丫头 屋子里七八个人 顿时热闹起来 竟然真请到朱小娘子了 朱小娘子真是难请得很 一片哄笑打气 朱小娘子始终神情喊笑 重众人失礼 到秦十三郎这边 秦十三郎也含笑点点头 我就想喝茂园山 你怎么没有卖的 你们不是京城最好的正殿吗 可怪 茂园山只有那成娘子有 人家不卖也没办法 楼道里传来男人的吵闹声 只有那成娘子有 别人没有 而且还不卖 让你们吃了新鲜 勾起蝉虫 却偏有不理不睬 钱不缺 威压不怕 荣华富贵不在乎 真是让人没办法 秦十三郎嘴角弯弯笑了 门被人拉上 隔绝了楼道里的仙闹 秦胡 秦十三郎看向那人 举着酒碗摇了摇 笑道 干嘛骂我 只有骂你 你才能听到 你今世怎么了 特意来跟你做兽 你拼拼心不在焉的 听到做兽二字 正低头调琴的 周小娘子 抬眼看过来 又闲急 垂下视线 骑师三郎 一面聊一坐下 一面笑道 我只是向你的诗 想得入神 好了好了 于是的两句 到底做出来没 那年轻人 被打岔 立刻丢开这个 盲接着小诗词 他眉头紧皱 反复念两句 停出一股铜 耸干入云中 停出一股铜 耸干入云中 支营南北鸟 夜送往来方 一个女生护的说道 此言一出 在座的人 各自念了遍 纷纷拍手叫好 大家笑道 猪小娘子 猪小娘子不愧是 京中第一窥手 更有人 针酒 上前敬酒 猪小娘子 含笑说道 弄 见丑了 一面伸手接过酒 抬袖 一饮而尽 厅中 猪人 顿时再齐声就好 能玩能舞 猪小娘子 好耍 秦师三郎也笑着 将碗中酒 一饮而尽 明月的正日子 我们就不能去 给你做寿了 今日在外边 玩个痛快 几人 看着秦师三郎说完 又看猪小娘子 小娘子 来寿仙生鸣陪酒 秦师三郎 忙说不敢 大家起哄 不敢不敢 敢 放心 就算你父亲听到了 也不会打到你的腿 猪小娘子 起身 却没有坐过去 而是笑着失礼 赔酒是小事 不如 奴家歌舞助兴 公子们 喝酒为乐 猪小娘子 歌舞双全 但 很少会人前展示 最多 弹琴作陪 只有逢八月 正月 京中大节 以及那些 高门大户人家 重金相请 才会歌舞献祭 没想到 今日 不仅请到了 还能得赏歌舞 大家纷纷笑道 特授性的福 特授性的福 秦师三郎 亦是跟着笑 冲猪小娘子 挤了几九碗 示意 猪小娘子 含笑 低头失礼 再退一步 袖子抛起 与此同时 歌声 妖娆而起 听中 更是叫好声 连连 秦师三郎 笑着 看着看着 忍不住皱眉 他说 今日有约 不知道 是负哪里的约 当时 真不该矜持 没有问一问 问了又能如何 难不成跟着去 他想到这里 又自己笑了 端起九碗 慢引 旋转腾挪中的 朱小娘子 透过飞扬的袖子 看过来 眼中 闪过一丝黯然 旋即 恢复如常 柔腰摇间 歌艳舞颜 让听中的人 看得如痴如醉 在庆王府中 宴席也摆开了 说是宴席 席间只坐了三人 竟然俊王坐正身子 端起茶碗 笑道 还要制词吗 我也没亲自开过宴 这是第一次 当然要 成交娘 认真点头 一面 也端起九碗 恭喜庆王殿下 郡王殿下 入府 哈哈哈哈 静安 郡王哈哈笑了 端起九碗 一饮而尽 再看这边 庆王 已经大口大口地 吃起来 静安 郡王一面冲成交娘 挤挤眼睛 一面笑道 既然是宴席 就要有歌舞 不是我们府里养的 是从宫里借来的 歌舞之前 我先把贺礼 送给殿下 静安 郡王忙坐正身子 就说礼了 他含笑说着 带了几分期盼 送之前 先要借殿下 府里勤一用 静安 郡王点头 一旁的内侍 忙去取勤 虽然府中没有 但请来的 宫里的歌舞纪 人们带着 借了 送进来 内侍恭敬地说 一时仓促 琴不算好 娘子担待 是琴就好 成交娘说着 伸手接过 略挑按几下琴弦 看向静安郡王 我想 殿下这里 什么都不缺 我能送的 别人也能送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 既然是新居 我就用琴音 给殿下敬宅 琴音敬宅 在场的人 都愣了下 一声琴调 挑起 厅中 并没有安静下来 因为 庆王 还在大吃大喝 不时地大喊 反倒是 盖过了 有些低沉的琴声 宫里的歌舞纪人 已经在侧殿等候了 本来 安静无声 因为 世财被借去了琴 大家知道 暂时不会上场 便又都放松下来 本来 就没紧张 他们是宫里的歌舞纪 常出现在 天子面前 以及各种 祭天祭祀大典上 一个小小的 亲王府的宴席 算什么 更何况 这个宴席 只有一个来客 不过 当那边的说话声 传过来时 这边的气氛 还是有些 微微的不同 几个歌迹 便回头看 不止他们回头 另外的人 也都回头 视线都落在 那位被借走了 琴的琴师身上 琴师被借走琴 本来就不高兴 但听了这句话 脸更黑了 有个舞技 眼嘴低沉说 琴不算好 竟然说 催琴师的琴 不算好 那 这世上 也只怕 找不出使家了 另有歌迹 低笑道 为了给着娘子 解肥 那事 也真够周到的 这边 曹操杂杂的说话声 便低低地响起 虽然听到那边 琴声挑起 但一来 双音有些低闷 二来 庆王的叫闹声不断 让那边的抚琴 变得有些可笑 笑着 说着 呼的 见催琴师 站起身来 神情压抑 旁边的人 不解地问道 催琴师 怎么了 有人怕他犯了癫狂 忙低声提醒道 到底是 倩王面前 你可别乱来 那催琴师 却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向前走了几步 你们听 在场的人 都愣了下 听什么 大家不咬侧耳听 听那 滴滴地说话声 依旧继续 那边 庆王的叫喊声 也还在不断 而那琴声 也依旧不断 不仅不断 却一声声地蔓延 穿过嘈杂的说话声 在耳边营绕 都说 声声入耳 但此时 这琴声 并没有入耳 而是在耳边 悬绕轻浮 这种感觉 越来越大 就好像一双手 俯过双耳 令人毛孔张开 琴声 就在这时 猛地高亢 如行云流水 又似繁星乱闪 闲急而不乱 缓慢而不绝 琴声悲怆 一弦一弦地撞击着 有滴滴的哭声响起 吹琴师的目光扫过四周 见不少歌舞乐计 低手捶泪 一面低声 互相说什么 显然 是被琴声 勾起伤心事 他不摇喃喃地说 本来是令初冬 肃杀之急 怎么能奏这悲鸣曲 不是说敬宅吗 怎么反而哀痛伤绝 心中念头闪过 那琴音 越发悲凉肃杀 一声一声 催得人五脏六腑 都要挤出来一半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甚至不敢再想这执法 而是抗拒着琴声 这琴音能传过嘈杂人声 弹奏者兴无外物 这倒也不稀罕 任何一个有成的琴师 都能做到 不受外物所扰 但能让听琴的人 也能不受外物所扰 既能听到嘈杂 甚至自己也能继续说话 但琴音依旧生生入耳入心 一心不可二用 什么样的琴声 能让人一心二用 崔琴师心中念头频频 但耳耐琴声丝毫未落 更加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他不留打个寒战 不 打寒战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真的觉得冷 这琴声满是秋意冬寒 让人不摇身处冰天寒地中 站立不稳 只想来回夺步 甚至奔逃 奔逃 所以说这就是禁宅吗 让那些污碎阿扎之物 受不住而奔逃 崔琴师咬牙 致指浑身的微麻 他心中说 因为心中有备 所以才会扰动 那边的傻庆王 却依旧 面头未落 那边 庆王的喊声 陡然拔高 啊 我老 我老 啊 庆王大声喊着 伴着哭声 崔琴师顿时骇然 竟然 竟然 一个无知无觉 不知寒暑的傻儿 都因为这琴声 发出冷的感觉 那这琴记